環保署为了避免未来在审查开发单位制作环评资料 都得先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 造成环保署与业者双方耗费太多时间 所以针对开发行为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准则部分条文 希望进行修正 这是开发单位在先期规划与环评阶段时 得先向主管机关申请辅导与作业程序咨询 但多位环保团体14号北上环保署前 针对修法提出质疑 确认环评资料正确 确认环评资料正确 再谈修法 环保团体认为目前开发单位制作的环评资料都不是很正确 认为环保署应先建立专责机构查证环评资料 再提供环评委员与民众参考 但目前修法草案内容却明定开发单位可用最短两年 最长五年内的旧资料制作环评 认为相当不妥 环评委员都没有办法确实了解 掌握的状况之下 他又要拿掉最后这个把关的这一个 现地调查的这一个机制 其实你叫他优先引用 本地有国立法案内两年内做过的东西 那很明显嘛就是 节省后来的开发单位的时间嘛 节省他做这个调查计划的经费嘛 尤其第六条我们严重抗议不能够用这些 正确性让人家存疑的这些资料作为后面的互收服 而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主任提出南投日约坛 向山BOT环评案例 指出开发单位在当时环评提供的资料有许多错误 造成当时环评会议还需要花时间厘清事实真相 原住民都不知道有这些 结果那个环评书送上来的时候是 他们有开发单位有说明书 有跟他们开说明会 结果在这个环保署这里那一天的 审向山案的时候 审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案子竟然通过了 那么以后所有在水源啊 或者什么山林开发者 跟原住民有关的权益 也都可以拿向山案来用的 环保团体在环保署修法 中民会上提出许多建议 除了表达鉴定专责机构实质审查 环评资料内容外 环保署对于有条件通过的开发案 也必须有追踪考核机制 环保署回应 民间环保团体的意见都将纳入考量 适行修正 记者亚蒙物流台北市采访报道